各位伊兰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些國語新聞 新聞一開始來看到 縣議會定期會今天開議 縣長進行施政總報告 提出了多項指標性的施政目標 包括生態城市、創意城市 以及友善城市等等 並強調在議會的監督之下 縣府團隊會用最少資源 來做對的事情 早一日來落實幸福伊兰的願景 縣長林聰賢表示 在生態城市指標方面 縣府會盡力向中央爭取 突破相關法令的限制 讓地熱發電可以早日商轉 而且會積極輔導 縣內投資的飯店業者 導向綠色產業的範圍 在生態城市的指標裡面 我們希望在過期環保力館的基礎頂頭 我們進一步要迎迎新的時代 我們需要穿起零元的政策 今天運含量是台灣最多的地方 國家能源政策 我們地方政府也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來要招商引資 能源也算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地熱發電我們會積極來跟中央爭取 早日來突破法令跟相關的限制 讓地熱發電能夠早日來商業運轉 至於創意城市指標方面 縣府將以中興文創園區為基地 設法引進適合在宜蘭縣內發展的文創產業 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我們的創意城市指標在裡面 我想我們接受要進化 我們現在宜蘭縣的文化的地底 在社區中的營造技術的發展 和人民的基礎 我們已經有各種基本的環圍 現在我們有南洋保護館 有保護館家族 有這麼多休閒農業園區觀光工廠 我們現在要繼續來從中興爭牆 作為中興文創造正的基地 我們可以在新的未來可以從文化創意產業 適合在宜蘭發展 適合在台灣發展的內容 再來從這個政策 再來做一個更清楚的論述和政策的準備 另外友善城市指標方面 除了以縣民安居樂業為目標 針對外來的觀光客 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旅客 縣府都會做好交通接駁 以及在地跟行政各項服務措施 達到友善城市的目標 優勝社區這個指標上 我們現在既然作為觀光的社區 作為宜居城市 我們必須要對我們自己的人 更加疼痛 尤其是餘動 福利 孤零者 以及身心障礙者 我們要怎麼讓他們有後顧之憂 甚至可以對安心的環境當中 可以安居樂業 對外來的朋友 我們所有的觀光客 包括我們台灣和國際 我們讓他們感到 人們除了最美的風景是好山好水以外 當然我們的人民一定是讓他們感到最特別 在人民的過程中 我們所有的交通接駁服務 在地的服務 還有我們各種這種行政的措施的服務 都能夠達到最友善的目標 縣長林聰賢強調 在議會的監督之下 縣府團隊會以最小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果 來做對的事情 早日落實幸福宜蘭的願景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在議會上